江小姐 我听说获氏集团高层帮你在医院 预约了刘主任周天的手术 你这个病情呢 还可以再拖延一下 你能不能把这个机会让给我奶奶啊 你奶奶 对 我奶奶她撑不了多久 这周天必须做手术 我们本来加急预约了周天的手术 是您这边找到院长 你的意思是 我找关系把你奶奶的名额给顶替了 你怎么不找廷燕帮忙 我已经给他添了很多麻烦了 他就是个总裁助理 不能老是让他麻烦领导 总裁助理 看来廷燕哥确实不喜欢这个顾田 对他防备心挺强 他到现在都不知道廷燕哥的真实身份 嗯 田田姐 我也很想帮你的 可是霍氏集团总裁 他很担心我 他也很爱我 很在乎我的身体 所以才帮我争取到这个机会的 抱歉啊 我真的是没有别的办法了 所以求求你了江小姐 让我答应也行 但我得问问霍氏集团总裁 毕竟是他帮我加急的 那 那拜托你了 喂 哥 你拿到手机了 嗯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他奶奶生病了 也想要留教授周末的手术时间 你帮我预约费了不少力气吧 可是他现在求着我把机会让给他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很熟的朋友 就见过一次 你要学会拒绝 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 我还有事 你看 我哥哥他很爱我 他不同意 江小姐 我奶奶的病情真的不能太拖延了 你这个病情还可以缓一缓 就当我求求你了 你能不能再帮我想想办法 求我 那你跪下来求我 什么 天天姐 你也太可爱了 我跟你开玩笑呢 江小姐 就当我求求你了 可以 但我有个条件 你说 你跟婷燕哥离婚 这件事情 跟霍婷燕没有任何关系啊 那不好意思喽 我就这一个条件 现在是周一 你还有五天的时间 可以好好考虑考虑的吗 顾田啊顾田 你要是知道霍婷燕他一直装穷骗你 实际上就是霍氏集团的总裁 也是抢总影奶奶手术资格的人 你该会是什么表情 霍婷燕是我的人 你凭什么站出来跟我抢他 霍婷燕 喂 天天 不好意思啊 我的手机放在办公室里 霍天燕 我今天出了点事情 所以用了一下你的银行卡 你放心啊 我会尽快还你的 工资卡交给你 本来就是给你应急和家庭开支的 不需要给我宝贝 谢谢 是 出什么事了吗 我奶奶生病了 在医院 陆家出药房 断了她的医药费 他们明明就 奶奶生病了 你怎么才告诉我 在哪家医院 我现在就过去 不用 不用 你先好好工作吧 现在是工作事件 奶奶这边我一个人可以的 可能麻烦你 下了班底去接一下孩子们 钱的事情不用担心 那张卡里是我这些年的积蓄 足够了 谢谢啊 要不是你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 你记住 无论什么时候 我都是你的丈夫 我们已经结婚了 嗯 天天 喝口水吧 谢谢 你去求姜万宁了 她没同意 等老师忙完吧 我们再商量她对策 放心 会没事的 师兄 嗯 谢谢啊 普通病房太嘈杂了 我给你申请了VIP病房 就在姜万宁的隔壁 很安静 钱的问题呢 你也不用担心 不用啊 师兄 VIP病房多少钱 我转给你吧 好了 不要跟我客气了 倒是你 陆家初二 凡二 五年前 你听陆明珠顶罪的事 有证据了吧 陆家初二 凡二 你可以借机 洗销运区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